大家好,我是向老闆 那我的频道呢,是讲各种旅游的趣事 那每个礼拜三跟礼拜五呢,都会有新的影片出来 如果你是个旅游爱好者,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哦 今天呢,要跟大家讲什么 我们要讲北海道的炸虹 大家去炸虹呢,大概常常会去这个李小鹿 不然去二条市场呢,吃吃海鲜,李小鹿呢,购物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 像本身是一个成熟稳重的男人 那男人呢,就要去男人去的地方 那在介绍之前呢,先给大家做一个小开箱 看一下这是什么啊 没错,这个就是Sappolo的啤酒巧克力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拍这个影片呢 因为我们要赶在这个啤酒巧克力呢 到期坏掉之前呢,做这个开箱 所以大家都急着要吃这个巧克力 它就是一个有啤酒味道的黑巧克力 大家可以试试看,口味真的还蛮特别的 它中间那个馅呢,是有啤酒啤味道的馅 然后再配上巧克力 那整体而言呢,算好吃 不会太甜太腻 当当 这就是啤酒巧克力里面的长相 它每一个呢,都是一个啤酒桶的造型哦 啤酒巧克力 每一个呢 都是啤酒巧克力的 掉满地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小板吃过,就不如再打开了 其实是向老板不喜欢吃甜的东西啦 那个 迷迹大家为了保持身材呢 基本上不吃甜的东西 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什么 我们还有,Sappolo啤酒的帆布袋 还有这个 小罐装的Sappolo啤酒 各位看一下 它上面写black,不是黑啤酒哦 它是这个Sappolo的黑镖啤酒 那黑镖啤酒就是生啤酒黑镖的意思啊 那这个在台湾是拿喝不到的 好,台湾都是比较难这个进口道的Sappolo的黑啤酒 那另外呢 还有Sappolo的圍兜兜 好,这个是真的可以打开来呢 呃,挂在脖子上当圍兜 它真的是一个圍兜兜 吃饭用的圍兜兜 是不是很精致呢 最后呢 还有一个神奇的东西 是什么 是 Sappolo啤酒 喝酒的时候玩的小游戏 就是Sappolo啤酒的大富翁 那如果喝酒聊天啊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用这个玩这个游戏呢 其实非常有趣 还有Sappolo啤酒的衣服吊食 这些东西呢 就是这个香老板 在这个札幌 Sappolo啤酒园呢 专卖店呢 才能买多少东西 只要是限量的 都超级吸引人 今天呢 就要跟大家分享 能逛能买能吃 还能长知识的地方哦 那这个呢 就是全日本唯一的一个 啤酒博物馆 札幌啤酒园 它其实 如果照英文翻译的话 它叫做 札幌啤酒花园 听起来是不是很奇怪 怎么是一个花园的地方 还可以吃东西 好那 看我们的影片就知道哦 札幌啤酒园 在札幌车站 搭地下铁东丰县 到东区艺术所前站下车 走路呢 大概十分钟 或者是呢 你可以从札幌车站 搭计程车去呢 其实比较方便 也比较快 大概十分钟左右 车资呢 大概一千元就可以到了 札幌啤酒园呢 是这个一九六六年成立的哦 那圆区里的这个开拓使馆 是一八九零年盖的古蹟 啤酒厂 原来他们是做糖的 是制糖厂 不是啤酒厂 但是后来之后呢 才开始渐渐的有这个酒类的产品出来 那挑高的古蹟室内 空间非常的漂亮 札幌啤酒园呢 是日本唯一的啤酒博物馆 介绍啤酒制造的方法 过程 还有呢 日本制造啤酒的器具 除了参观博物馆之外 还有餐厅可以吃烤肉哦 它既然叫做Beer Garden 这非常重要的就是有 可以喝啤酒 可以吃烤肉 那如果打算在吃饭时间去的话 记得要先预约 这边非常非常热门 上次向老板去的时候是下午4点左右的时间 那即便是4点呢 我们大家都排了15分钟 才得到一个位置 所以呢 大家记得如果在吃饭时间去呢 一定要很早去 因为日本人本身也很喜欢在这边庆祝 在这边吃烤肉 而不是只有我们的这个观光客去 那现场的话 我觉得看到的观光客反而比较少 大部分呢 都是日本人在那边用餐 日本人很爱吃烤肉 大家去日本旅行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 街上很多烧肉放题的招牌 烧肉大家知道就是烤肉 放题就是吃到饱 所以烧肉放题就是烤肉吃到饱 但是呢 大部分烤肉餐厅的肉呢 都以牛肉跟猪肉居多 加宏啤酒园里的烤肉餐厅呢 吃的是 成吉思汗烤肉 那成吉思汗呢 就是烤羊肉的意思 很奇怪 不知道为什么烤羊肉要叫做成吉思汗 那价格呢 是一个人2900日元 含税的话大概是3132日元 吃到饱 那羊肉呢 跟蔬菜都无限量供应 如果呢 多加1000日元 就有Sappolo啤酒 让你喝到饱 这个Sappolo啤酒的选项呢 其实很多 它有黑啤酒 也有一般的Lager 就是普通的啤酒 也有Mixed啤酒 拜托 既然到了 那喜欢喝啤酒的人 記得多付1000日元 不然就浪费了来Bear Garden 这样一件美好的事情 那向老板会非常建议 如果我们的食量都不够大的话 你们就选单点这个选项 可能吃下来呢 价钱呢 也不见得会比 你们每个人都付2900块 还要贵哦 吃成吉思汗烤肉的步骤是 先用猪油呢 把烤盘刷过 肉呢才不会黏在烤盘上 它们的猪油 就是生的猪的脂肪 把羊肉呢 放到中间 然后把蔬菜呢 排在烤盘的这个周围 那这样的话羊肉的油脂跟肉汁呢 就会流到蔬菜上 把蔬菜煮熟 那蔬菜呢 吸收了油脂跟肉汁之后呢 吃起来会特别甜 而且特别好吃 那大家有注意到吗 这个烤盘的造型很特殊 就是北海道地图的形状 吃完了成吉思汗烤肉之后呢 就租饭饱 那记得呢 要来啤酒博物馆里面的 纪念商店呢 醒酒一下 纪念商店呢 有非常多的限定商品 那从巧克力呢 啤酒 杯子 衣服 T-shirt 什么都有卖 这个香老板呢 基本上也拜了很多 香老板有买了一件这个T-shirt 巧克力 跟这个限定的啤酒 所有东西介绍完之后呢 我们今天要 加介绍一个神奇的东西 就是呢 听说只有在北海道 可以买到的 Gualana 汽水饮料 那这是什么东西呢 这是当初日本为了对抗可口可乐 所以他们自己本地呢 开发出来的这个类可口可乐的饮品 里面用的植物呢 叫做瓜拿纳 应该是一个中南美洲来的一种植物 瓜拿纳 所以是瓜拿纳可乐 瓜拿纳汽水 因为呢 这个瓜拿纳汽水这个味道呢 不是所有人都喜欢 导致呢 最后这个饮料呢 在日本所有地方都停售了 只有北海道有在卖 就是北海道人呢 特别喜欢这个瓜拿纳的味道 所以瓜拿纳在北海道呢 可是可以跟可口可乐相亢很的哦 至于它 它长什么样 让向老板开给你们看 登登 瓜拿纳 它 其实就是一个可口可乐的颜色 但 闻起来呢 跟喝起来呢 什么味道 你一定不敢相信 就是感冒糖浆的味道 它果然跟可口可乐系出同盆 你听说可口可乐以前是感冒糖浆 因为味道不错 所以就北海道汽水 这喝起来就超像感冒糖浆 有一个樱桃可乐的味道 非常的 不建议你尝试 好但是呢 如果你想尝鲜的话 记得 买一罐北海道人最爱的 瓜拿纳汽水饮品 今天的介绍呢 就到这边 那记得呢 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要订阅 拜托我需要你的支持 做出更好的节目 让大家知道更多的东西 那希望的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记得呢 开这个提醒 我们每个礼拜三 跟礼拜五会有新影片哦 再见 如果有希望小老板 特别介绍什么地方呢 我们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们会尽可能的 跑去那个地方呢 帮你们找到相关的资讯呢 那让你们了解 那个当地的状况 或者是呢 你可以告诉我们 你们最想去哪个国家 一日快散 我们收到讯息之后呢 我们会尽可能编排 一日快散的行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